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就开始做兔爷了 用陶土泥打劈 把多余的泥给拿下 这个的制作工艺 100年以前制作的方法 就是现在的方法 和谋 封底 把湿润的空气给它打出来 起模 然后呢 修劈 虽然小兔爷是拿模子磕出来的 但是每一件作品都不一样 你劈上扎两个小洞 是小兔爷的耳头眼 领起 干了之后我们用湿布擦一擦 把毛毛刺刺的给它擦下去 打底色 晾干 用红色来画一尊小兔爷的眼睛 画完红色呢 我们要给小兔爷上腌制粉 这尊小兔爷就画好了 您看这款图爷 两边的画片啊 分别是广寒宫中那棵桂花树和那只玉兔 右边的画片呢 是连年有余 这个余呢 已经跃出水面了 就是不断的挑战自己 这个桂花树呢 是吴刚砍它 怎么砍怎么长 代表着生命的生生不息 兔爷爷呢在北京已经传承了四百多年的历史 我希望兔爷爷一直延续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